She's a perfect symphony It makes it easy for me To ride a love song I could go on it all Hello,我是Mo 今天我們就要離開寧美的青森市中心 去日本人都讚好的北路不死溫泉 旅館浸溫泉 真是超級期待 不過走之遲就派隻檢果跟青蛙去買手信 再燫光 這個頭 這個也很飄忍 鷹毛羹 Annate 都不見到了 兩棲類的頭 都不堅保 clin 放 doo 這些每根 一大堆 這個新鮮市場 可 Cry 先看看,哇,我們很幸運,過兩天就收檔了 位於地下一樓的新鮮市場,是一個傳統的市場 主要販賣新鮮的魚產品和蘋果 裡面還有海鮮食堂 青森就靠海了,自然不少有很多新鮮的海產 但沒可能捉一條魚走吧 蝦皮 300日圓 OK啦,15日圓 這些明太子 石頭的 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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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300 好,謝謝 3,900而已,10隻 好幾隻 好幾隻 7,000,大嗎? 很大 買吧 怎麼樣,開心嗎? 開心 嘩,還要有這隻海鮮包子 這麼高興 好幾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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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散開 好幾隻 大家在我面前的機器 好幾隻 好幾隻 150日圓 好幾隻 好幾隻 買了一些很巨型的7美飯 是 500日圓 300日圓 然後呢,我頂不住忍頸 然後就買了一個 超美的 故事蘋果 好啊 清心願塵 雖然真的很捨不得 但是要跟清心市說Bye Bye 好的 這個就是 二、三 我們下個二十點 還有百幾公里 好像到這個 很聰明 從五所穿完站落車之後 我們提前遇了溫泉旅館的免費穿梭巴士 司機好好的已經拿好牌等我們了 有些可惜的是 全場147公里的JR不能線路軌 因為21年8月的大雨而斷裂 受到工程的影響 我們去的時候仍然停駛當中 這條很多日本人認為這輩子必搭的火車之旅 五能線觀光列車所行駛的日本海岸沿岸的路線 可以欣賞到連接不斷的東北海岸風景 希望下次再次來圓夢 我們現在前往境的不老不死溫泉 是位於青森縣深淘丁最小端的黃金旗 是面向日本海的溫泉 日本最普通的溫泉旅館 大多都有室內的浴池和桑拿 不過最受歡迎的果然都是這個位於海岸邊的露天風裡 傳說中是泉水還有神奇的功效 真的很期待 可以脫衣裸體地看著太平洋河海 這個體驗應該是一生贏一次 你就只顧著裸體 快點登記入住先 我們在網上預約的是 中興媳婦自助餐方岳 有早晚兩餐都是自助餐形式 成為四萬零五十一三位 成為四萬零五十一三位 駕車 CK 你們拍照片子 叫你 去到大家最關心的晚餐時間 是九十分鐘的自助餐 由晚上七點到九點 每三十分鐘一輪 我們最後選了七點吃晚餐 職員姐姐幫我們確認晚餐入座時間後 就可以準備開箱我們的海景和風房 女生的浴衣有三款顏色可以選擇 在這個時候 職員姐姐派我們檔室路 所以她幫我們簡介館內的設施位置 紙上還有地圖 不是開玩笑的 整個館都很大廈 很遺憾地 因為預計到第二天早上 會遇到惡劣的天氣 海面會有大風浪 所以明天早上的海邊 露天風呂就會關掉 緣份的東西真的不能強求 所以我們趕快趁著 現在還開 趕快去浸 哇 好 我們終於來到這間溫泉會館了 剛剛就check in了 跟大家先走在這個海邊房間 廁所也有特別的拖鞋 有面前碼筒 如果要洗手就可以回到這裡了 這個今天是今晚派對的順利 看看海 最重要是 真的對著海 不是說笑的 但外面很大風 想放個航拍 我聽說也放不下 很可能 那我改為進去浸溫泉 哇 這次這個小壞超大 好像塞進去 不用擔心 然後有石包 他很細心幫人倒水 還有一個暖爐 然後打開 這裡就是 就是這個浴衣 牙膏 牙刷 梳 剃鬚膏 全部都在這裡了 咦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牙刷 還有麵筋 我拿個袋裝給你 挺好的這個 給你聽說是清潔好的 然後就是浴衣 有不同 不過全部是男生的 女生在外面拿毛巾 還有膠袋 還有一個夾蠻 打開了什麼 當然是皮鋪 不是 是多拉A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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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原來是日式的 是教室的 桌面很有教室 有一本寫著 不死路溫泉殺人事件 幹什麼 不是故事來的嗎 是啊 我自己喜歡去看 我自己喜歡去看 然後呢 還有一些烏衣的 給你吃的 一、兩、兩顆 然後還有一些 什麼手質 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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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現在可以看 看這些 可以看 裡面有什麼呢 嘩 嘩 是茶具啊 可以沖 可以沖沫茶嗎 有啊 咦 沖茶葉 來溫泉 不要看 因為工業就溫泉了 好 我們趁著沒有人得到許好一下 就拍下室內外的浴場 雖然你在室內池可以見到日本海 但是海邊的露天浴池 都可以見到日出和日落 在海外線 無遮擋 零四角的露天風裡浸溫泉 感覺超棒 浸完還要滑滑滑滑滑滑 傳說 浸完這裡的溫泉之後 只要好好養生 就不會變老 看來要浸幾次 才可以證實這個傳說 我們浸溫泉那天 天氣就一般 大風大流 那些露子蓋起來 老實說 都有點疼 不過 就讓你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 絕對是一生人 無論如何都要來試一次 不過果明先 我們沒有收過副費 我們要來試一次 浸完溫泉過後 是時候去購物了 清深這裡有很出名的人心 但是人心並不是韓國的人心 而是紅蘿蔔 這間小小的商店 就在我們登記入住的位置旁邊 最後呢 我就臨走之前買了兩塊鑑 這兩塊鑑呢 就是用我們剛才的溫泉水做的 當然就是不少得 要買明信片 浸完溫泉一定很口渴 這裡的自動販賣機 有十幾二十款的飲料可以選擇 累還可以按摩 是時候回房休息一下 期待今晚的晚餐 先看看這個吃東西 喔 看到了 吃到八點半了 直吃 五至八點 喔 這樣的 炒 我的天魔咖 叫了兩塊 是不是很有吸引呢 是這間旅館另一大樂趣 就是享用這個自動晚餐 用了當地最時令的海鮮 都是旅館的老闆直接從當地的漁民那裡購買的 這裡還有士多啤梨 蘋果雪糕 還有這個人參雪糕 想知道什麼味道 你來嘗試就知道了 邀請我們開門 看看現在的房間有什麼樣子 就是變成生蟲 東西倒過來 小培我怎麼會在這裡 還不快睡覺 好 你眼睛我 好 我去做什麼呢 我做品茶絲 真的只是喝茶 我要很小的 順帶一提 這裡沒有燒東西吃的 如果餓的話 記得自己帶零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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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完这份这么丰富的早餐过后 是时候要离开了 是不是很疑惑呢 为什么和我们介绍价钱不一样呢 我们都呆了 原来网上预约是会有优惠的 以上就是我们在不路不死温泉 两日一夜的记录和心得 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 下一集我们将会去到位于世界自然遗产 白长沙地的景点 进庆国定公园里面的十二湖和清寺 分享我们遇到很可爱的日本夫妇 和美丽的日本风情画 我们下次见 拜拜